各位菩萨 大家祈祥 各位菩萨 大家吉祥 进入到第六场的瑜伽眼口 这也表示 瑜伽眼口即将慢慢地要圆满了 我们进入第六场的瑜伽眼口 也都表示了瑜伽眼口 慢慢就是接近圆满了 我相信 面对瑜伽眼口的圆满 各位的心情是愉快的 相信面对着瑜伽眼口的圆满 大家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 那我也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面对岁月一天一天的流逝 到了最后一天 你会不会是愉快的心情 那也都想问大家个问题 面对着岁月一天一天这样流逝 如果到了最后一天 你是不是又是同样愉快的心情 真的会吗 真的 我有一种感受是 真正面对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你在意的应该不是这些外在的 其实刚才所说的都是外在的东西 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真正面对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意的应该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你在意的应该是 你的内心是一种无憾的一种状态 最应该在意的就是 内心要是一种无憾的状态 你没有怨悔 你也没有遗憾于任何一个人 没有怨悔 也都没有遗憾于任何一个人 你很得意于这一期的生命 你过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干干净净 你没有欺欠任何人 也都没有欺欠任何一个人 不晓得各位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各位大家 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 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了 所以没关系还好 还有时间 请各位在 你的生命的有效 使用期限里面 好好地去把它散了圆满 幸好没有相关的就是 我们还有时间 所以大家就要把握 我们生命有效使用期间之内 是将这些事情 将它圆满 好好地去掌握 这每一次的一期一会 好好地这样掌握 这每一次的一期一会 凡是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凡是你接触的每一个境界 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把它当成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但凡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境界 每一件事 我们都要把它当成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把它当成就这么一次 我相信因为它是 只有这么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会更加地珍惜 如果将它当成是 只有一次这么多 一度一无二的 那你就会特别珍惜了 今天余杰演口第六场 对于以理内容的说明 我要从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解说 今天余杰演口第六场 对于以理规矩的说明 要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说 之前我是从仪式的方式来讲 但这一次我要从内容结构来说 之前一直都是从仪式的方式来说 有一次就是由内容结构来说 在我们所有佛教的众多仪式当中 就属于于且眼口施食仪式 是最能够彰显佛教慈悲精神的一个意涵 在所有佛教法会仪式之中 以如且眼口法会的施食仪式 是最能够彰显佛教慈悲的精神 而这个施食的对象 是以幽明界的众生为主 施食的对象是以幽明界的众生为主 因为他们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罪业 而让他们感到他们的身形丑陋 所以我们要透过施食仪式来超度他们 那因为他们过去生所造的恶业 是感到他们觉得自己身形丑陋 也都是非常之痛苦 少少种种的痛苦 所以我们是要帮他们离苦的 而透过这个内容架构的说明 可以让大家明白原来 于且眼口仪式的它的结构是这么样的丰富 而透过我们从于其眼口的内容结构 来到去认识它 就会发现它的内容原来这么丰富 所以对于于且眼口内容结构的介绍 是要让大家了解到眼口的整个佛式的一个特色 所以在我们讲内容结构的形式 是让大家知道整个厌口的内容特色 这个眼口仪式佛式的内容 它跟法师的这个羞耻的关系 以及各位斋主你们的感受 从这些意义上来讲 那我们应该说是从法师他的羞耻 以至于各位斋主的感应来说 因此我要对以口眼口仪文的内容思想 做一种意涵的分析 所以要将这个疑鬼文字的内容 来做一个分析 那眼口仪式的这个结构 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眼口仪式的结构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眼口仪礼 第二是生作严法 第三个部分是圆满送圣 就是严合严请请礼 星座书法和送圣圆满 整个法会全程呢 大概五个多小时 而全程大约是五个多钟头 那虽然五个多小时 但是这个佛师的重点 是在第二个部分 生作严法 虽然说整五个多钟头 但是重点在第二个部分 就是生作严法 那我们所要超度的亡灵 他们也就是在这第二段的 遗鬼内容里 去得到心开意解 忏悔发露 然后能够透过这个因缘 投生善道 或者是往生西方净土 而我们所挑战的亡灵 你也都是在第二段 这一段呢 是得到文法解脱 和往生净土的 因此在第一个这个主体架构里 第一段呢是宴口参礼 因此在前面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这个佛室 我们就是在余企坛 唱念戒定真相 然后第二个部分到超见坛 广生坛去招请 我们所超度的这个亡灵 然后第三个对象就到了 交念大事坛去上香参礼 所以第一个部分的盐口 我们这个部分呢 一开始就是在余企坛这一道 是唱戒定真香 第二部分就是去到往生坛那里 然后最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去到交念大事那里 在第一段参礼的部分呢 目的就是要向诸佛圣者 以及所有的大众宣告这个法会已经要开始了 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的参礼就是向诸佛圣言 以至于我们要挑战的亡者 甚至大众宣告我们这个法会要开始了 所以这个这一段的佛事也可以讲说是 整场法会的序曲一个开始 所以这一段的佛事呢 可以讲是整个法会的序曲开始 到各坛去上香 然后法师透过站子 透过念诵经文咒语 尤其到了往生坛去加持亡灵 而各位栽主在这个时候你们的身心 也慢慢地进入到了眼口法会的那种法仪 情操里面 所以我们去到国坛就是去上香了 法师就会透过唱赞 经文咒语等等 以至于各位栽主就是慢慢的身心 就是进入了这个状态来准备开始这个法会 那在这一段餐里 那在这一段餐里 刚刚我提到的是 我们在往生坛是召请这个亡灵 因此各位 你们要明白的是 你们自己每一个人 你们超见什么人 在这个时候 你就跟他做一种心意的沟通 某某人啊 我呢 帮你写了一个牌位 你要来这里参加 这个时候法会开始的 你要前来参与圣会 所以刚才说我们这个参礼是要招请我们所挑战的亡者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往生坛那边招请的时候 我们每一位可以在心里默默地把我们所登记要挑战的人 就是自己去跟他说 某某人 我现在帮你登记了这个盐口 现在快要开始了 你要来参与 这个心事的引导是很重要的 这个深色的引导是很重要的 我想分析给各位听 平常我们要什么人做什么事情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不见得动作会很快速的 那深色是很重要的 所以好像我们平时叫某个人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的动作未必很快的 我们会拖拖拉拉 我们会东摸摸西摸摸 有时会拖拉 有时会东摸摸西摸摸 所以尽管像之前几天 我不断地都跟各位说明说 一开始我们在三拜的时候观想 我们不管是阳上的或者是超见的亲人 跟着我们一起礼佛三拜 是吗? 记不记得前面那几天 每一天都要教导大家 就说一定要是 无论是阳上的或者是亡世的亲人 都要观想他跟我们一起礼拜 是吗? 在这个时候 就要开始慢慢地酝酿 最后到了 往生坛 超见坛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仪式是正式开始的 所以他们更要把握时间来参与 其实在礼拜的那个时段 我们已经开始要 酝酿我们这个情感了 所以这样一路去到 往生坛那里 更加是请他们 就是要把握时间来参加 我们针对我们所超见的 这个对象之外 各位没有超见到的 无视的这些孤魂冷重 我们在招面坛 也一并离请 那除了各位所超见的 这些亡者之外呢 还有各位超见不到的 那些无视的孤魂呢 我们就是在招面坛那里去礼请了 在第一个阶段里 不管圣乃至于凡 这些六道众生 我们正式地参礼齐请了之后呢 我们念佛回到于且坛 就开始正式整个眼口的意识 那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呢 无论是圣还是凡 六道众生 我们一起请了之后 回到我们这一道于且坛呢 就是法会正式开始了 所以当我们整个念佛回到佛前之后 于且坛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呢 唱念赞子 然后主法和尚会生作演法 那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一道 要正式开始了 而主法和尚就会生作演法 在第二段的生作演法里 它是最主要的主走佛事 总共分成十个部分 而第二段的这一个呢 是最主要的佛事 又分成十个部分 第一个是静坛结印生作 第一个就是静坛结印生作 第二是入定结界撒净 第二个是入定结界撒净 第三是请圣归依说法 第三是请圣归依说法 第四是想我观空献供 第四个就是行魔观空献供 第五是安谈宣书奉使 第五是安谈宣疏和奉食 第六是入定破欲招请 第六是入定破欲招请 第七是施食灭罪除障 第七是施食灭罪除障 第八是归依发心受戒 第八是归依发心受戒 第九是化食施路普共 第九是化食施语普共 第十是回向宋圣归远 第十是回向宋圣归远 归依发愿 也就是归依发愿 这个第二个演法 是整个是眼口的主軸 所以我们第二部分的演法 就是整个法会的主軸 刚刚这么快速念 我相信各位还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针对这十个内容 一一的详细解说 刚刚很快就讲了十个 大家应该不是太明白 所以现在会详细地来逐个讲 今天讲不完 明天会继续 今天讲不完 明天会继续 那在第一个敬坛 其应声座的内容来讲 在法师登台之后 各位你们这个时候是在唱 南无千华台上 如舍弄佛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 法师登上 主法我想登座 大家在唱 南无千华台上佛菩萨 你们知道这一段 你们要做什么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段 你们要做什么 拜啊 拜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要拜啊 你们在拜什么 拜什么 你们在拜千华台上 如舍弄佛 就是拜千华台上的 露舍弄佛 当然除了以卢舍弄佛之外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主法和尚在这个时候 他戴上了披鲁帽 然后他也要碾香 我们当年是露舍弄佛 随此之外 大家也记得 这个时候 露舍弄佛 他在拜祭祿佛 而且会连联佛 他这三次 他的对象就是 第一请是西方一切诸佛 诸大佛萨 第一请是西方的一切诸佛 诸大佛萨 第二请是请佛法 所有的一切神奇 和天龙大佛 第二请就是请佛法 所有一切的神奇 和天龙大佛 第三要奉行的是 演教师生 就是所有的一切 善法佛萨 第三请就是 演教师生 所有一切的善法佛萨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这三次的典相里面 他所奉行的就是 佛法生三法 所以一三请 其实就是 请佛法增三法 也不只是佛法生三法 包括佛法 那其实公子佛法增三法 做办法有法的 在这一段里面 再来就是 我们唱起会战 再来我们就是唱的 是会战 就是吉祥会骑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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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唱完吉祥会骑 祈克战之后 法师他手持这个手炉 然后把他的项目 来供养常驻三宝 那么在这一段里 法师就手持香港 和香港的奉行上去三法 所以你都会听到 法师独白 这个 供养常驻三宝 叉海万里 历代祖师 一切慎重 然后最后是 和尚品类 悠閒盛 如何如何 大家都能够从这当中得到利益 所以这一段里 你们就会听到 法师独白 就跟养常驻三宝 这个和菩萨团 等等的一切做事 当各位接着唱 《香蕾盖菩萨菩萨菩萨》的时候 你们除了三拜之外 其实这个时候 法师是在关系 透过这个香的供养 各位香点之后 它会有幽黄上人 黄上飘的 所以大家接触 像是唱 或在文化 上飞的时候 其实法师像是关系 因为 宗典之后 都是有幽黄上飘的 那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香蕾结传 这个蕾整个结底上 就好像天空的云 有没有 这些公格云 它整个充满了虚空 然后我们所供养的这个香云 是透过三宝的一个加持 又回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我们这个香蕾 跟我们的流星上去 结集成一个公格云 而我们的公格云 也是透过三宝的加持 又翻到我们的身上 取景三宝的加持 而且之后唱练 然后就算奉天法界 也过现未来佛法生三宝 那在请求佛法加持 我们接着下去 就是尽一般 佛法拜过去 你落一层的三宝 之后唱灯宝座菩萨摩沃沙 那接着就是唱灯宝座菩萨摩沃沙 在灯宝座菩萨摩沃沙之后 大家就坐下来 在灯宝座菩萨摩沃沙之后 去持续观想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宝 整个圣众结枝在上空 乃至于整个摊厂 在加持我们 所以在过三宝的时候 大家要继续观赏 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宝 三宝以此一切菩萨 他们全部是整个虚空 和我们的盘全的加持人 我们的 你用最自诚恳切的心 其实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宝的家户 让由所有的这些佛菩萨 共同来完成 施食的这件佛事 所以我们是要用自诚恳切的心理道 肯定过去现在未来三宝 是加持我们 而且是完成我们这个施食的过程 在灯宝座的这一段 整个第一阶段的佛事 就已经完成了生座的仪式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现在就是第一阶段 平成了这个圣座的仪式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录定姐姐撒经的美容 那今天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讲入定结架和撒经 今天我们很有福报 明请到了我们 敬和尚为我们祖法 所以请各位把我这一期的佛事姻缘 好好地随着和尚的兵党 我们共同进入与其言口发言 今天我们有好好的福报英员 是请到英国上的主办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一期的英员 让我们一起来到是完成这个法理 好 请大家慢慢站起来 请大家 大家一來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孝親、報恩、慎重、追援 共生、共養三寶、功德不可思議 在唐武宗那時候 有一位朱文宗 這個人他雖然很有錢 但是喜歡殺生、吃肉 又不喜歡救濟貧窮 不喜歡布施、喜捨 所以呢 他因為殺生太多 後來因為古時候沒有現在的廁所 都是挖了一個坑 用木板架起來 叫做毛坑 他就掉到那個毛坑裡面淹死了 好可憐喔 那麼後來呢 他這個兒子 蘇仁清呢 才三十幾歲啊 也跟爸爸一樣 吝嗇、淺灘 不喜歡布施 又是一樣喜歡殺生、吃肉 都照顏文王那裡控告 一定要好好處罰他 希望替他們報仇這樣 那所以呢 顏樂王就派小鬼呢 去把他的三分七婆呢 調到顏府來 那他這樣子是生病 都躺在床鋪上 沒有辦法了 就不省人事這樣子 在身影而已 那麼這樣子呢 顏樂王呢 就說呢 你啊 不知道行善積德 只是吃肉 被你殺害的眾生呢 來這裡控告 所以現在呢 要先讓你去刀山劍樹啊 讓你的皮肉被刀割 被劍刺啊 你嘗一嘗 你殺生他們是多麼的受苦 喔 蘇仁清呢 說元王 我也知道我沒有什麼行善 不過我記得呢 我曾經呢 請人抄一部金鋼精啊 供養神經和善 他已經往生了 是不是說呢 能夠以此功德 減輕我一點罪業呢 講到這裡呢 剛好喔 那個階梯呢 就有這個香煙呢 一陣吹過來 那麼一個和尚呢 捧著金鋼精 到元王面前 元王 我就是這個神經 這位施主 確實曾經抄 請人抄一部金鋼精 供養給我了 我因為受除金鋼精 所以我呢 在鄭國啦 請你呢 高抬貴手 能夠呢 減輕他的罪業 元王說 哇 金鋼精 功德 不可思議 好 不只呢 剪除你的罪業 並且呢 添你三十年壽命 好 所以這樣子 這小鬼呢 就把他帶回去 帶回去 他從此呢 就醒過來 從此以後呢 就跟人家說 他好彩 請人家呢 這個抄寫金鋼精 供養神經和尚 要不然呢 就死在 就三十幾歲就要死了 所以他從此呢 更加的用心呢 請人再繼續的抄金鋼精 抄了整千部 也抄了幾好多部的法華精 那麼呢 從此呢 也不敢再殺生 那麼當地的人 聽到這個蘇仁卿呢 就是因為抄金鋼精呢 供養別人 能夠呢 免除呢 這個夭折 夭壽 三十幾歲就死 而且呢 能夠添壽啊 所以大家呢 也呢 學習呢 送金鋼精 抄金鋼精 這樣子 那麼後來呢 他不只請人抄金 還要供養出家人吃飯 供養千生哉 一次頭供養整百個出家人 整千個出家人 行善布施 經過呢 三年左右 他有一次呢 做夢 夢見呢 他父親來跟他說 說兒子啊 這幾年來 也因為呢 人家也有成本 道理 內容老 哈 不只 intend 你節省的 布施 它就這樣 所以呢 祇這裏呢 以為呢 不只是我們個人受益 同時也讓歷代祖先得到朝成善道去 孝順父母本來是天經地義的 應該的 但是我們有孝順心就有善神保護 有一個做人媳婦的是很孝順公公婆婆 他有一次回娘家 回娘家以後他公公婆婆那個村莊 發生傳染病 他聽說公公婆婆也感染到了 所以就跟爸爸媽媽說要回去照顧公公婆婆 娘家的爸爸媽媽說你又不是醫生 這種傳染病你回去如果被感染到 也不是一樣要死嗎 他說雖然如此做人的媳婦公公婆婆有病在身 不在身邊胡適 不是一個孝順的媳婦說不過去的 然後讓他做一副兩痛 他們有 road 你There with me 我們有賴窮 以及云亞 一起發生和失 Dru 你覺得聽說公公公婆婆 他身边都有很多善神保护着他 光明闪耀 如果他一进来 这些众神我们抵挡不了 我们看娘子赶快先跑为先 所以这些恶鬼就通通跑走了 这个媳妇回来很细心的 煮药煎药照顾公公婆婆 后来公公婆婆病都好了 他自己也没有事 所以有孝顺心 真的感动鬼神 这些都会保佑他平安 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有孝顺也会得到善神保佑 孝顺也会消业障 像一个姓陈的媳妇 他对于公公婆婆非常的孝顺 也恭奉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 梦见观世音菩萨跟他说 你前辈子是做一个男人 造了很多恶业 你要是杀过人 你夜报明天要现前 明天中午时分你要被雷打死 这是你的夜报你要接受 这个姓陈的媳妇听了观世音菩萨这样的指示 吓得惊醒过来就哭泣了 这个房间隔壁是婆婆睡觉 听到媳妇半夜这样子哭泣 就走过来问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梦见观世音菩萨指示他 他前世造了恶业 明天要受报要被雷打死 所以吓得惊醒过来就哭了 他说哎呀不要紧 在做梦不会是准 而且你这么孝顺 应该不会被雷打死的 你安心再睡觉 这样子天亮以后 这个媳妇呢 一样在家里做家事 突然间乌云密布 闪电雷声隆隆 一阵又接着一阵 然后这样子呢 这个媳妇想到昨天晚上 观念菩萨指示要被雷打死 看样子好像是真的 所以吓得就哭起来了 这个婆婆看到这种情景 就双脚跪在地上 合掌向天空 雷声爷啊 雷声爷啊 请你要赦免我这个媳妇 我这个媳妇这么孝顺 如果会被雷打死 那这样以后 随人家的媳妇要孝顺公公婆婆呢 雷声爷啊 再说呢 如果说她是前世造的夜报 又有谁看得见 又有谁知道呢 所以呢 祈求你能够赦免她啊 不要打死她啊 这样子求情 但是求情呢 突然间呢 看到她媳妇倒在地上去了 她想了哎呀 真的被雷打死啊 哇 就这样用爬的爬过去 在她媳妇身边一直在那里哭 哭了一阵子呢 她媳妇眼睛睁开来 坐起来 哦 婆婆说哦 没有被打死啊 那媳妇说我刚才吓死了 那 那么 那么 但是呢 她在昏迷的时候 就看到呢 天上的雷神呢 瞪着大眼睛呢 手臂着她 看你今生呢 孝顺公公婆婆的情分上 赦免你罪 要不然呢 一定会把她打死啊 以后好好行善基德 就这样子了 所以呢 我们呢 孝顺父母也会消业障啦 过去生的业障 因为今生孝顺公公婆婆 就是呢 做子女的孝顺爸爸妈妈 也一样有功德 也会善神会保佑 这些民间的故事太多了 大家也很辛苦 不再讲了 恭喜保乐大家 家庭幸福 平安吉祥 天天快乐 天天健康 天天发财 天天平安 天天幸福 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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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丁和尚慈悲开示 我们再次掌声 感谢丁和尚 谢谢 谢谢 希望丁和尚有空藏回香港 祝愿佛陀光明加持 所有来参加于且严口法会的各位 以及您的家人 能够身体健康 少烦少脑 去除内外障碍 能够得到善因善缘 各位所操见的过往亲人 能蒙弥陀佛光明皆迎 往生西方祭的净土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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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